都不敢看了 怎样了 男一女推了黑衣女一把 对方也不敢示弱 飙骂不哑自演还坐视攻击 吓得男一女赶紧用手护住头 两人越打越激烈 甚至把包包当武器 见到被拉倒在地的女学生 跌坐在地 一旁的同学不仅不劝架 还大声叫嚣鼓动 街头打架就在27号 8号5点多 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广场上演 同学坐在旁边围观 两个互K的女学生还是鼓三声 我们是为教育失败 那一定是会去跟他们讲制止他们 这种打架的事情 最好是不要在这个体育场 公共场所发生 警方调查两名女学生不同校 因为在IG上互呛 才相约出来谈判 一言不合互殴 大胆在分局前打架 警方除了将两人带反锁外 也带回看热闹的12名学生 联系了双方的家长 完成了校安通报 请家长共同来约束管教之外 也立即进行了一个 正向辅导的一个措施 加强学生同才之间的一个良心互动 只因为纠纷 就在大庭广众下大打出手 才发生鼓三声校园遇害事件 让外界更加敏感 不知道现在的教育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解忠诚良对宣新北市报道 再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